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言多必诗 闭嘴见修养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越大 话就越少了 底下有一个回答说 因为吃够了 说错话的亏 的确 人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一时快语 而引起的 所以真正厉害的人早已经学会了 有话不说 古人云 狗能吐玫瑰 也能吐吉梨 有时候商人最深的 不是利器 而是语言 语言的力量远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大 一句冷漠的言词可能就会在别人心上 留下一道 永远抚不平的伤痕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猎人养着一只从小就从深山里捡回来的狗熊 他们之间原本感情非常深厚 可是有一天 狗熊把邻居家的一片玉米糟蹋了 邻居找上门来索要赔偿 猎人很生气 就拿起棍子 打了狗熊一通 而且口中还不断骂着 畜生就是畜生 我白养你了 打完之后呢 他把狗熊赶出了家门 第二天他就后悔了 可是狗熊已经回到了山里 他找不到了 后来有一次他上山打猎 碰到了一只老虎 以为这次死定了 狗熊却突然出现 把老虎赶跑 救了他 他高兴地走上前 抚摸着狗熊说 太好了 上次我打了你 还疼吗 跟我回去吧 狗熊说 早就不疼了 可是你说过的话 却还在让我疼 很疼很疼 说完狗熊头也不回地走了 其实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 身体上的疼痛 痛过了也就忘了 可他人一句伤人的话 却能让自己难过很久很久 就算已经过去了很多年 提起 却仍然难以释怀 曾广贤文上集中说 伤人一语 例如刀割 当矛盾发生时 很多人都会被愤怒 冲昏头脑 而口不择言 什么伤人 说什么 句句都往对方最痛的地方戳 等冷静下来 在想弥补时 以为时晚矣 感情是最脆弱的东西 往上划一刀 就留一道印记 划多了 就变得千疮百孔 所以 无论什么情况下 都要记住 伤人的话 不要说 别因为图一时之快 给他人造成伤害 也给自己留下遗憾 马东在奇葩说结束时 曾总结 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 在与人交流时 我们常常会遇到词不达意的情况 明明心里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表达出来的 却是大相径庭 一句话 几个字 都能够引起一场误会 甚至结束一段关系 我就曾经因为说错话了 而差点失去一位朋友 我的朋友叫雨薇 是一名中毒的抑郁症患者 有一次 他在很难过的时候 找我倾诉 我为了鼓励他就说 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都会有难过的时候 我也曾经有过困难 但不是都熬过来了 没事的 紧接着 我还给他讲了自己一段 难熬的时光 本是为了给他打气 让他有力量度过难关 可他在听完之后 就不说话了 从那之后 他几乎再也没有跟我说过心里话 过了很久很久 直到他的抑郁症 已经彻底好转之后 雨薇才跟我 说起了当时的感受 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当时的我听来呢 就等于 你怎么这么矫情 为这么大点事 要死要活的 所以我就变得更难过了 同样的一句话 在境况不同的人听来 语意千差万别 也许我们的出发点 是善良的 却可能会因为粗心 表达不得当 产生了反效果 反而伤害了在乎的人 俗话说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话一旦出口 就收不回去了 正因如此 每句话在说出口之前 先站在对方的角度 想一想 这么说 是否合适 尤其是一些 有奇异的话 在表达时 更要三思而后行 一句话产生的影响 往往要花上 十倍 百倍的精力 去挽回 只有锦言 才能避免误会的产生 有两个文采相当的秀才 相约一起 上京赶考 在去往考场的路上 他们遇到了一支 出殡的队伍 看到黑黑的棺材 一个秀才心如死灰 喃喃自语道 完了 遇到这么晦气的事情 这次肯定考不过了 然而 另一个秀才看到棺材之后 反而很开心地说 棺材 有棺又有才 这意味着 我一定会高中的 于是呢 两个人怀着 不一样的心情 去硬考 最终果然 消极的秀才落榜了 而积极的秀才 中了状元 心理学上有一种概念 叫 自我实现的语言 一旦说了一句话 我们就会把事情 朝这句话语言的方向 去推动 以此证明 我们是对的 这也就是所谓的 一语成衬 有时候 我们没能做成一件事 不是因为这件事 本身多么难 也不是因为运气不好 而只是从一开始 我们给自己 下了消极的心理暗示 所以我们要警惕自己 负能量的话 能少说 就少说 因为当 我不行 我做不到 这些话 说出口时 也许原本能做到的事 就因此变得难如登天 负能量的话 影响的不仅是自己 还有身边的人 蔡康永在采访时 谈起 与言语消极的人 相处时呢 就曾说 这样的人会让我觉得 活着很没劲 碰到他 会把我的能量 都吸走 大学的时候 学校组织去游溪湖 到的那天 刚好下了点小雨 有一位同学呢 就喋喋不休地抱怨 好不容易来一趟 赶上这个鬼天气 要么下大点 要么别下 小毛毛雨 吓得烦死人了 结果 一个班的人 被他这么一说 心情都十分郁闷 都没有了游玩的兴致 只能提前打道回府 可晚上在酒店 却看到隔壁班的学生 兴冲冲地回来了 因为在同样 遇到下雨天时 他们班的班长 是这么说的 早就听说 细雨朦胧中的西湖 是最好看的 咱们可太幸运了 第一次来就赶上了 同样的境遇 两句不同的话 造成了两个班的人 完全不同的心情 《不抱怨的世界》 这本书写到 抱怨是最无意的举动 如果无法改变 就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不要抱怨 人生不如一只事 十之八九 但怨天尤人 只会让一切变得更早 与其抱怨 不如改变 把精力用在解决问题 或者改变心态上 才能跳出当前的困境 迈向雨后天晴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 多言属穷 不如手中 意思是说 人说的话越多 越容易使自己陷入困境 还不如把话留在心里 谨言慎行 不是一种拘束 而是一种智慧 真正厉害的人 不是能言善辩 左右逢源 面对什么场合 都能妙于连珠 而是懂得 在该说的时候说 在不该说的时候 保持沉默 不说伤人的话 别让一时口快 助成遗憾 谨慎说 容易被误会的话 别让一片好心 办了坏事 少说消极的话 才不会让自己和他人 在丧气的泥潭中 越陷越深 守住嘴 就是守住了 自己的福气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或者在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